大家好 歡迎收看南瓜的金舌頭 今天來到我的金舌頭 又要幫大家品嘗怎麼樣的美食呢 沒錯 就是我們到日系的這個 無印良品所挑選出來的 哇 這麼多的零嘴 而且其實包裝都非常的日系 其中幾種品項還跑去那種專門的 限定門市 他們還有限定門市才有的零食 搞得那麼複雜 可不簡單一點 日系不是簡單 我們今天就用我的舌頭 幫大家來開箱評測 第一個接受挑戰的 一看很像蝦餅 但其實是鮮肥 然後再仔細看會有點像是乾的鳳梨 有一個泡菜味 哇 這個聲音 好像是保麗龍版喔 我覺得它調味比較淡一點 沒有像它給我的味覺那麼大的那個刺激 其他味道也是有蝦跟薑啊 還有一點這種很像泡菜的味道 但一入口異常的就是很平靜 好 謝謝 謝謝 沒什麼好講 沒什麼好講喔 好 那第二個一樣是鮮貝 但它是煎魚口味的 但我也是開始越來越不懂了 為什麼鮮蝦鮮貝就是大的 煎魚鮮貝就是小的 有啦 聞到一個很明顯的魚的那個 魚味 腥味 有一個淡淡的鹹味 這兩款鮮貝都有同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它們的聞起來都有蝦子 或者是魚的味道 但一入口就是 沒有 找不到 但那個蠻香的醬油味 鹹鹹的那個醬油味 好 這個 謝謝 米果 他們的米果 哇 好香啊 這個真的很香 來 這個是好吃的耶 米果的香氣跟口感 然後一入口真的是烤烤烤的 好吃 然後也不會太鹹 不會辣 這好吃耶 鹽味巧克力風味派 巧克力風味就代表它 沒有巧克力 很誠實啊 帶可可汁巧克力 所以它是調和出來的 我們就來吃看看 口感啊 畢竟它也是銅板價而 要求的不用太高 很香 我覺得它口感是很酥脆的 而且它上面有某一層糖液 讓它多一個口感 像焦糖水涂過去那種感覺 然後整體餅乾吃起來是很酥脆的 它做的有點像是我們千層餅皮那種 一層一層的 巧克力味道是有 但是它巧克力味道明顯就是 我覺得不足 比真的巧克力就是沒有辦法那麼多的層次 沒有回甘 就是巧克力的味道 這樣子而已 這個是我自己發現的 就是我們想要吃的那種古早味棉花糖 天啊好感人喔 欸這很感人 這個觸感很感人 藍天白雲洞 他有人記得嗎 藍天白雲洞就是在找這個 結果其實每早是無印良品才有在賣 融化 回到重眠了嗎 好爽喔 這個好爽喔 它其實吃下去它慢慢有點像 被你的口水 跟你口水結合變成黏化 所以有點變成像原本的砂糖 這種口感棉花糖 跟我們在買的這種整塊 其實完全是不一樣啊 我覺得這個才是棉花糖 現在比較常買到它很定義的 根本就不是棉花糖 對你含進去之後 它沒有什麼明膠感 因為我們在吃的那種整塊 它這個膠感真的太重了 豌豆的 像小鈴嘴這樣子 這感覺很好吃欸 對啊 我想說我想試看看 喔 這個豌豆酥呢 確實有豌豆的這個味道 這樣我覺得蠻好吃的欸 就是可以 如果你不想要吃那種 像太油炸的那種四季豆啊 我覺得買這個是可以解殘啊 懷舊砂糖蛋糕棒 你怎麼跟棒狀物這麼多有緣呢 唉唷 喔 喔 喔 欸它摸起來是有點脆肚的欸 不知道你抽筋都是不好的表現 甜到讓人家難以忍受 然後它有一個很奇怪的蘇打味 就是那個蘇打汽水的那種後勁 我起初以為可能是檸檬 但不是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沒有檸檬 但它整體吃起來真的是 喂 你好 喜慎中心 就是很甜 我不是不吃甜 但我覺得這個甜已經是超出 一般人接受的範圍了 吃了這麼多甜的 就要有點鹹的來節儉的膩 想不到他們還有賣這個 炙燒墨魚餃 我最喜歡的零食就是那種 魷魚絲 魷魚絲啊 哇 知道嗎 越心越愛 它的行李滿完整 好香喔 好好吃喔 真的 口感確實是不錯啊 不是那種很乾燥的 它是保留一點水分 所以吃起來是QQ的 它調味沒有搶走墨魚的風產 墨魚的味道是有的 就是沒有很鹹 所以讓你就是不會有什麼負擔 感覺一口接一口 然後淡淡的鹹味 直接嗨味 這清風服的麵 好吃 但售價其實也不便宜 這一包要89塊 所以其實也是 算是有點小貴喔 哇一次買兩種 好爽喔 這是魷魚絲 你說自肥嗎 像這個 我現在手拿我就有點擔心 因為它感覺水分就沒有那麼充足 為什麼一入口就 這是在豬湯的吧 是啊 這是我剛剛講的 好硬喔 我這嚼很久耶 在訓練我的那個咀嚼肌 說不定它是有嚼勁的啊 這個就是 你去拍攪頭二 就是要靠這個當假裝檳榔 配你這個服裝 你現在從頭是要拿出來嗎 講一下品語 講一下品語啊 那個品語就是好像沒什麼調味耶 但是我後來看一下 它確實在除了材料 居然只有魷魚 所以它這個很想要純粹的保留出魷魚本身的這個甘甜耶 它就有那微微魷魚的鹹味 但真的太韻了 太韻了 接下來這個小袋點心呢 我覺得它很特別 一般在市面上其實很少見 梅子昆布也是海帶的一種 但並不是所有海帶都可以被叫為昆布 但它又用梅子調味 所以它其實是 海裡的東西跟山裡的東西 攪拌在一起 所以到底這個滋味的碰撞 有感覺到山與海在你嘴中交錯 來啦啦 慢慢的來啦 慢慢的來 這到底是什麼 演很久耶 這個大神 哇 我可以 好像在坐雲霄飛車喔 不對啦 不是它一入口是 蠻偏酸的梅子的味道 跟你的唾液融合之後 它的昆布開始產生黏性 有水分的 它那個本來有可能海帶上面 不是都會稀稀嗎 那個黏性就會被釋放出來 它開始飄出昆布的味道 但它這個是完全是有點濃縮的 是昆布乾啊 所以它在後面那個昆布的味道 像海量一樣就拍在我臉上 但我一時不失所措 但神奇的是 梅子還在旁邊 然後我剛才就是經歷了一個 味覺的生死大觀 太複雜了 好特別喔 這個真的 你們吃看看 好奇怪喔 對 好奇怪 已經算是很客觀的評語了 好 日本人 怎麼會有人喜歡吃這個呢 大白才會被告白 好 那我們經過了昆布的拉扯之後 順便昆布是加在這裡面的 即時米拉麵 訂閱這個人 蠻多人介紹過也蠻多人推薦 這個就很安全了 鹹了一點 但其實不味道讓人家討厭的鹹 你就會覺得這風味蠻足夠的 好 第二種吃法呢 準備熱水呢 把麵倒下去 欸 那剛剛那些移住之汗 都可以拿來加了啊 就是昆布湯啊 然後魷魚餃啊 這不是很精彩嗎 這失敗者聯合 失敗者 它的湯已經變色了耶 我吃看看 煮兩分鐘之後還可以加入雞蛋 雞蛋也太晚加了吧 你不要在這邊跟我說風涼話 不然你加兩片昆布下去啊 昆布加兩片 不是 那昆布有梅子 你不要 梅子雞湯 爆米花 而且口味是焦糖玫瑰鹽 嗯 好香 來囉 跟微秀的爆米花比起來 嗯 這個比較有層次 嗯 它也不會單純的使甜 它焦糖不會太甜 然後它加了一點鹽巴 去中和那個焦糖的苦味 所以它的層次我覺得蠻明顯 留在嘴巴裡面的是 玉米的香氣 就是爆米花本身自己應該有的香氣跟口感 欸 這個很好吃耶 接下來要分享的品項呢 它比較特別的 它是跟我們茶農合作 推出了限量型的商品 只有在限定的門市買得到 另外這個爆米花是蜜香紅抹茶爆米花欸 哇 爆出來的那個紅茶味 茶要香嗎 好香喔 長的是歐巴馬喔 那個紅茶本身的顏色 喔 喔 喔 很紅茶欸 很紅茶 很紅茶 紅茶的味道確實有一入口 就是那個滿滿的茶香 雖然說是比較本地的特色 但我覺得它有個 沒有辦法耐吃的原因 它甜度比較高 可能為了 拉抬它的茶味 結果它甜用的蠻兇的 但我只是一粒 我明顯的感覺到 喉嚨開始癢癢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 像我剛剛吃的那個焦糖玉米花 我就是一四顆也塞四五顆 這個要慢慢消化 不要讓你吃太快 這不便宜欸 這一包 一百一十九欸 對 那這一包呢 這包四十九 哇 哇 它太多了吧 哇這一包 可能也是它的大概 一點五倍左右 可是它的價錢 卻是它的一半 平臨包種茶梅片 欸我很喜歡吃酸梅 我是說我是那種乾的酸梅 不是那種有水分的 我小時候愛吃酸梅 愛吃到貝利美罵 它說你一個 他們觀念比較傳統 就說你們男子女 愛吃雞腳 愛吃酸的 啊 長得超像那個鞋底 鞋墊片啊 哇 哇 哇 通靈 翻白眼 對啊 看見阿嬤 哇 阿嬤出在哪 跟阿嬤說話 喔 來 開始說話 阿嬤有搞的 阿嬤你現在在哪裡 欸 好吃 喔 這個很棒欸 這個完美的 有那個梅子的酸甜 然後 包種茶的香味 是在一路口的時候 可能裹在上面而已 就是茶粉 所以會有淡淡的餘韻 小小遺憾 就是我覺得它 嗯 明顯梅子的味道比較 比較猛啦 包種茶我覺得還好 茶味一點點 但後面其實 含在嘴巴裡面 都是在享受梅子的 酸甜的那種刺激感 主要還是梅片 對 主要還是梅片 它可能就是 但我覺得它梅片做成這種形式啊 還不錯啊 就是你也沒有紙 也不用吐 就含到它軟化 然後慢慢消失 然後慢慢吃進去 那我選出了我心目中 我會再回購的四款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不甜不膩 焦糖 玫瑰鹽爆米花 我覺得它有做出 比一般我們在電影院 吃到的更高級的口感 另外一個是它很順口 零嘴嘛 零嘴零嘴零嘴 我們不能吃一個就飽了吧 零嘴一定要趕快再拆第二包啊 那第二個就是呢 我苦澡良久 就有點懷疑 就有那種古早味 那它本身呢已經跟甜啊 好不好吃沒有關係的 畢竟是這個 懷孕的異味大於一切啊 那第三個呢 我是覺得本身就是 喜歡吃這種海味 鹹鹹的東西 那它確實是方便取的 第二個就是說 它還是有原本的水分 而且我覺得它調味是 符合我們想要的 那最後一個要推薦的呢 我覺得就是剛剛 白嫂也有說 日本的梅片啊 很多都是做成像這樣子 它完整保留梅子的口感 跟香氣還有酸味 然後帶一點我們台灣本地的茶的這個特色 我自己喜歡的推薦給大家啦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購物的時候 也可以買來嘗嘗看 夜色甜點店 每個禮拜四每個禮拜天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沙糖蛋糕棒 要被棒子噎死了 要來哈棒一下嗎 你把我接了喔 沒有 大盤暗示你的 我先回憶一下嗎 我想我再算一下 大概兩分鐘